- 追上去,快! 巡逻是边防军的主要任务 目的是防止人畜、车辆、航空气越界 维护国家领土、领海、领空的完整 我们眼前的这条边防线和这些巡逻兵 就是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生存空间的第一面盾牌 在边防线上 到处都可以看到我们祖先留下的足迹 有古代戍边军留下的中古 有清朝军队立下的格登碑 这些历史遗迹充分说明了 每一个主权国家 都是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控制力 延伸到偏远的边境地区 以此作为安邦定国的基本国策 巡逻在边境上的每一个士兵 都是沿着故乡的土地走到这里来的 他们从中华民族的苦难历史中汲取着精神营养 把深深的角窝印在了生命禁区 学害孤岛 蚊虫亡国 他们总算下了水 巡逻兵 沿着国境县向东南方走去 这一走他们要整整十多天见不到一个人 为了减轻负担 巡逻兵们不能带帐篷 只能露营雪野 牦牛虽然比较老实 但只有一根鼻绳 不好控制 发起怒来特别吓人 更要命的是这条路太险峻 有沼泽有冰河 有雪沟与雪坑 每向前一步都不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样的危险 巡逻队所有的眼睛都瞪得很圆 所有的脸都表情严肃 因为这是人与自然的生死搏斗 在随时有可能倒下就起不来的风雪高原上 任何赞美都是多余的 只要高高在上的你还在前进 就要感激生命的伟大与庄严 在一个冰大板上 狂风卷着雪片像榴弹一样打过来 打得人抬不起头 牛迈不开步 战士们和响岛 只好下牛围成一堆 等雪小一点再走 我们和这些年轻的士兵挤在一起 互相抵挡着严寒 由于时间已是夏天 雪层下面正在流淌的冰水 许多人的大头鞋都被泡透了 摄像师老刘 就这样在雪里水里挣扎着拍摄 因为乌普朗巡逻过去从来没有人拍摄过 望着巡逻兵们被紫外线灼伤的面孔 我们感到他们和眼前的山峰是一样的壮美 雪越下越大 这时候巡逻兵们唱起了军歌 在这无人的大山里 他们的歌是唱给谁听呢 他们是唱给自己听的 他们是在给自己鼓劲加油 今年我们都不能够巡逻 我们巡逻的时候 因为我们前面路比较陡 比较难走 而且还有河 河水比较深 因为我们牦牛小一点 让河水都淹掉了 连人带牦牛 带石上装具 都被水的冲击了 所以去年我们巡逻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摄像的同志 这个宣交谷的摄像的一个同志 被水给冲走了 连摄像机都给爆飞了 这样的情况 然后必须要骑猫牛 巡逻一趟 需要多少时间了 需要15天时间 15天时间了 这个猫牛回来 猫牛是不是 巡逻队 巡逻队携带和保存 积养的办法 和那些到南极 北极去探险的队伍 是一样的 每到一个饲营点 就把一部分干粮 埋在石头下面 一共回来时使用 因为海拔太高 高压锅烧开一锅水不容易 而且70度就开锅的水 根本做不出饭 不管是做米饭 还是下面条 做出来的都是一锅酱糊 今天巡逻兵是为了 款待记者才做饭的 往常他们也就是 救着冰水 啃几口干粮 就出发了 副团长咬的辣椒 是这里唯一新鲜的素菜 而这些牛肉 就是特意为记者们带来的 我们原计划争取在天黑前翻过冰大坂 可是由于天气恶劣 人困扭乏 已经不可能按照原计划行动 所以我们只好找一个被封的地方 准备在冰大坂上就地露营 经过一天的行逻 现在虽然天很亮 但是实际上已经是傍晚了 我们就准备在乌普浪大坂 速营 那个乌普浪大坂 是海拔是5400米 在这个地方速营 非常艰苦 而且特别寒冷 咱们副团长 因为多次在这儿巡逻过 所以说他最知道 乌普浪大坂速营有多闷了 你给他讲一下 你们当前巡逻时候在这儿速营的情况 当时当前我们在这儿巡逻的时候 速营的时候 我们的战士动得哭 穿上这个三皮 而且还抵不到严寒的袭击 这个我们的战士动得脚手麻木 脚手麻木 叫着眼泪 要着这个 渡过来这个 巡逻的这个难关 ans the end 观众 盐 泪 泪 永遠的身影 牆似青銅骨中 血液沉沉的麻絲 脫情修世民 多少人為了醉煙生命長永恆 多少代花家子孫舍家居遠行 多少人為了醉煙生命長永恆 多少代花家子孫舍家居遠行 啊 九千九亡 故事先的足跡 由千九亡 是先人的足跡 是先人的足跡 由千九亡 基本上還是我們預想的搞完了 這個巡邏 巡邏過程當中 天氣也比較複雜 地形比較複雜 整個來說呢 有準備充分了 國中保障準備也比較充分 所以巡邏還是比較順利 特別是對我們邊防連隊鼓舞比較大 孫行鑫 表示鮮眼嗎 不小心 在新疆边坊进行空中巡逻 要穿越天山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飞过平均海拔5500米的卡拉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 由于自然环境恶劣 没有迄向资料 没有导航条件 飞机的飞行高度也早已经超过了极限 所以这种巡逻方式同样充满了危险与艰辛 在我国 只有这个陆航团的飞行员驾驶飞机飞到过西藏的阿里 他们自己冒着生命危险进行空中巡逻 避免了地面上高原巡逻兵的伤亡 还从那座耸入云端的高原上救下了生命垂危的干部战士和国际友人 那些空中英雄们说 在风雪高原进行飞行巡逻 不仅要有超越飞行极限的胆略 更要有超越生命极限的毅力 我们西北编制型采访所走下了一座高原 现在又上了一座新的高原 这就是帕米尔高原 帕米尔的意思 按照一些历史资料介绍 是高而平的屋顶 那么世界屋脊这个称呼 就是由帕米尔来传过去的 帕米尔按照地质学家来讲 它是一个巨大的山节 从这个地方就是港底斯山 卡拉昆仑山 昆仑山 还有天山 四大山脉都是从这发源 然后走向各自 沿着各自的走向 这个伸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所以说大家就讲 说帕米尔是我们祖国的根之所谢 咱们除了想家还想的是吧 我最希望都是收到朋友的来信 那你想什么 我只能让那岛天在洗米尔到中安队收到家中一封信 当然希望家中来会幸福 其实我们连队的战事来说都是非常想家的 尤其是在冬天风山说不到瞎信 思乡心切 但是当我们一旦走向戒备 我们又会感觉到一个战事的责任 你多么重大 因此我们都比较喜欢这首余金剑的歌 叫做什么都不说 这首歌 你会唱那首吗 我也会唱一点 你吗 我说一个 你不会唱 你不是说你会唱吗 不是什么都不说 不是什么都不说 就是什么也不说 余金剑的那首歌 家西部也会唱吗 会一点 会一点 那你唱一首歌 好吧 好的 好 好 你不会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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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踅了 ** 好 强热 什么也不说 祖国知道我 一个困难的进来乱天下 都快乐 你和你的酒友 我教我的魔 你有儿你情我又相思和我 只要是苦劳兄妹 怀神笑语我 当命的痴苦受累算沈默 什么也不说 我知道我 你可不耐心那怨天下不快乐 什么也不说 我知道我 你可不耐心那怨天下不快乐 什么也不说 我知道我 你可不耐心那怨天下不快乐 我可不耐心那怨天下不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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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编房吗 不知道 我爸爸没给我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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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浩瀚 是黑不留球的你 山昆沦沙里 黑不留球的你 银飞不过的地方 你跑上去 树长不过的地方 你活在哪里 活在哪里 是一颗氧气 怎传到最传奇 看不见人明镜 大声呼唤自己 大声呼唤自己 你跑到在山底啊 黑不留球的你啊 越黑你越厉害你 越黑姑娘越爱你 越黑夜亮越疼你 越黑姑娘越爱你 越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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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从冰封雪山归来 或许您的心里还带着一丝凉意 每当想起那些爬冰卧雪的边防战士 那每天照耀在您身上的温暖的阳光 或许会让您感觉到和以前有一点不同 好了观众朋友 这期的人民子弟兵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 下一期请您继续收看西北边赛的第三集 边关上的家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 Curtis 叫他 把自己勾到海上的你呀 黑不了欺負的你呀 越黑的娘越愛你 越死不了越愛你 越黑的娘越疼你 越黑不了 домой 你呀 你呀